乌克兰在战火中度过耶旦节 首都基辅用发电机点亮耶旦树 前线的军人也在战地享用耶旦晚餐 乌克兰缺电严重 一些需要插电仪器治疗的病患正面临着性命威胁 乌军对俄罗斯的攻击还以颜色 周一派无人机攻击俄国境内的空军基地 三名俄军死亡 而俄罗斯总统普钦近日在演说当中 首度称入侵乌克兰是战争 他说希望尽快结束战争 也释出愿意跟乌克兰谈判的讯号 乌克兰在战火中度过了耶旦节 首都基辅在缺电的情况下 用发电机点亮了耶旦树 前线军人在战地享用耶旦晚餐 总统泽伦斯基发表耶旦演说 激励民众继续抗敌 俄罗斯信仰的东正教 耶旦节是1月7日 乌克兰的东正教信徒 再也不愿意与俄罗斯同天庆祝 因此今年决定改与西方基督教一样 在12月25日庆祝 俄军在耶旦节周末 持续轰炸乌克兰城市 居民在黑暗中度过了耶旦夜 不过对于一些患者来说 停电比炮弹更加致命 这名12岁的男童患有囊状纤维化症 肺部容易激弹 必须定时用喷雾器吸入药物治疗 喷雾器没电就不能运作 他无法死亡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这位祖母说 第一次我们遇到黑暗中 我们摆了机器 然后逛逛逛逛逛 我们找到一个店铁 基辅的一个非营利组织 目前协助6000名有呼吸问题的病患 他们说只要断电20个小时以上 病患就有生命危险 住在15楼的肺衰竭病患 停电让他不能搭电梯到防空洞避难 呼吸器只要发出充电提醒 就像是死神在敲门 基辅的国家植物园 种植了稀有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他们无法适应寒冷气后 没电供暖时 植物园只能烧柴增温 俄罗斯对付平民 乌克兰也欢迎颜色 现在几乎每周都派无人机到俄国境内 突袭他们重要的战略基地 周一一座离乌克兰边境480公里的俄国空军基地 打下了三架乌克兰无人机 残骸坠落导致三名俄军死亡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攻击 俄罗斯总统普钦在周日受访时 透露愿意与乌克兰谈判的意愿 美国驻乌克兰的前大使认为 普钦想谈判未必是违心之论 因为目前的情势确实对俄罗斯不利 普钦也在另一场演说中 首度脱口说出战争两个字 还说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 之前俄国不承认发动战争 称入侵乌克兰是特别军事行动 如今改口也引发异策 美国则呼吁俄罗斯认清现实 尽快撤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